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做事上是果断 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是很坚毅的 去执行党的方针和对人民的关爱 他是一个作业的领导人 从年轻的时候就多才多艺 文化呀 音乐呀 各方面都是很有造诣的 令人沉静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给咱们的印象就是特别的务实 然后带领的就是全国人民 然后一起奋发 关心劳动人民的人 一斤都是为了我们的服务 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很亲民的 说听说他去世了 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 就是一种失落感 就是一种空旷的感觉 江泽民同志 是我们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领导人 在改革开放中也是一个领路人 为老百姓创造了很多福利 印象最深的时候 应该是97香港回归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那个时候还上小学 就是特别的开心 香港跟澳门回归 特别是人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当时酒吧看红 因为当时还小 但是我在电视里 看着他亲赴前线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记忆特别深 觉得国家能有这种领导人 非常幸福 能够在所有的这个困难面前 能够冲到第一线 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让中国走入世界 然后再从那个贸易方面 促进中国发展方面 起了那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那会儿是 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巨变的时候 能在那个一个非常充满 动荡和变化的年代 一个过渡的时期 能够稳住中国整个的政治体制 然后稳住中国的经济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今天也是他那 开追悼会的日子吧 然后我今天也是自发的 也这个默默三分钟 就当为他送行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